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孙大中 诗篇十六篇十一节 大卫说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每天活在身所指引的道路上 活在他的同在中 是人生的滞乐 无上的幸福 愿我们一心爱慕 明白主的话 把他活泼的道 持守在诚实 善良的心田里 让主的灵借着他的道 更新改变我们 使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他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赞美神的理由 我们思想赞美神的理由 这个题目 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147篇 旧约圣经诗篇147篇 请预备好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诸天赞美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诗篇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宜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 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刺食给走兽和体教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送赞耶和华 喜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芦灰 他指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就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诗篇147篇 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一节 诗篇147篇第一节 经文说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诗篇147篇第一节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 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 一块背诵和默想的经句 诗篇147篇第一节 我们再背诵一次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诗篇147篇第一节 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 赞美神的理由 心上每个提到苦难的段落 都为劝勉读者要赞美神 这样的组合实在有点古怪 因为一个人内心遭逢 这大压力的时候 觉得是最不想献上赞美 与感恩的时刻 路德迈尔在赞美首扎这本书里 说明了这两件事的关联 在每天的试炼中 如所爱之人的遭遇 令我心骄 重大挫折令我丧气 愤怒或压力排山倒海而来 为何我总觉得不愿献上赞美 是否因为撒旦最主要的诡计 正是要引我不去赞美神 毕竟他知道神喜爱我们的赞美 而他并不乐见此事 此外 他也痛恨赞美 为我们及他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 或者只是因为 我让肉体凌驾了灵魂 消息了我尊崇神的渴望 还是两者都有 只要你勤于在心灵原地中 除草 浇水 施肥 赞美就可以油然而生 只要你用神的话语 滋润心灵 行在祂的道路上 依靠圣灵行事 赞美就会更常出现在你口中 只要你日益认识这位主 是多么佩得尊贵荣耀和赞美 你的赞美也会更加有内容 更容易涌自内心 主啊 你是佩得赞美的 我要全心赞美你 美国著名作家神学家 布赫纳说 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 就是你最深情的喜悦 与世界最深切的需要 呼召交会之处 在这交会之处 有个精彩的故事 旷野玛纳 愿你我一起在呼召之处 谱写精彩的故事 今天我们思想 赞美神的理由 这个题目 诗篇一共有150篇 最后五篇诗篇 每一篇都以 哈利路亚或赞美伊哈华 开始和结束 第一节诗人说 你们要赞美伊哈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 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一的 诗人告诉自己和其他人 赞美伊哈华是正确的 合一的 因为那是我们众人的本分 神所造完美的世界 唯一缺少的东西 就是被造之物 对造物主的赞美声音 神赐人思想和言语 去述说他创造的荣耀 使人能代表所有 无言无语的受造物 表达对他的感恩 我们若是闭口不说 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了 如果你留意 却发现诗篇147篇 这篇诗里头没有任何祈求 只有对神的赞美 神配的一切的赞美 诗篇113篇2到3节 诗人说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从今时直到永远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 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 就表示我们的心向神是活着的 无论我们遭逢任何事 我们都要心以坚定 唱诗歌颂赞美神 大卫说 义人啊 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 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 诚实把神当神的正直人 他们认真地对待 神的永能和神性 不逃避这明明可知的事实 不因行不义阻挡真理 他们就像耶和华歌唱 从地级赞美他 因为他是永活的神 而当人心地昏昧的时候 就会忘恩 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我们小心的时候 也会忘论神 怀疑他 埋怨他 而一旦我们闭口不赞美 那就寂寞悲哀自怜 一些的愁苦 就都会涌伤心头 负面的想法 就会进来 沾满了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转移了焦点 与神失去了联系 大卫 大卫躲避扫罗 藏身隐积底洞的时候 虽然深感自己的无助 但他的心依然坚定 要唱诗歌颂 永活的神 他说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 高过全地 大卫用祷告 等候信靠和歌唱 来回应环境 信心的眼光 总是看见乌云之上 神荣耀的宝座 不把自己的心 交给短暂多变的人生片段 而是定精在 神的大能和同在上 思想他的奇妙伟大 诗篇十三篇 五到六节 大卫说 但我倚靠你的慈爱 我的心因你的既温快乐 我要向耶和华歌唱 因他用厚温带我 基督徒是 有神的性情 借着耶稣基督 寻求跟神建立 更深入的关系 渴慕更多 认识神的一群人 他们因信耶稣基督 直到向神欢呼 赞美神就是承认 神的掌权 当你知道所信的是谁 认识神 就不会缺少赞美他的理由 基督教是歌唱了宗教 无数的圣徒因心被恩赶 写下赞美神的诗歌 美国盲眼女诗人 芬妮·克罗斯比姐妹 她一个人就写了 八千多首圣诗 因为她认识耶稣 虽然从小失去势力 但却没有失去 她心灵的视野 她心欢喜 口就送赞 你若问她 为什么她那么喜乐 她就唱 有福的确句给你听 有福的确句 耶稣属我 我尽得先长 主荣耀喜乐 为神的厚寺 秀术功成 由圣灵重生 宝血洗净 当神借着他的名 借着他的属性 他的法则 他 起着的道 跟他的作为 向我们写明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就在他显能力的穷仓下赞美他 就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诗篇147篇 世人赞美神的理由为何呢 为何要赞美 首先 第二节 世人说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 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 还没有过约旦河 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摩西 奄奄地警戒他们 呼天唤地 向他们做见证 如果他们雕刻偶像 行耶和华神 眼中看为恶的事 惹他发怒 避在过越旦河 德威耶的地上 速速灭尽 不能在那地上长久 神会把他们 分散在万民中 在神所领他们到的万国里 他们剩下的人 将会非常稀少 然而 当他们在那里寻求神 尽心尽细寻求他的时候 神必被他们寻见 日后 这些事情发生 他们会开始归向神 听从他的话 而神原是 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总不撇下他们 也不灭绝他们 他不会忘记 他的圣约 犹大人 贝鲁七十年之后 在古列王的诏遇下 奇妙地归回圣地 历代之下 结尾跟以色拉记开头 有部分经文重叠 以色拉记第六章 和第七章之间 相隔六十年 在那六十年间 就发生了 以色帖记里头 所记载的事 如果读完以色拉记前六章 接着读以色帖记 只有才接着读 以色拉记七章以后的经文 会更清楚历史脉络 依着以色帖和莫迪改 在波索王宫的影响力 波索王对犹大人的态度 就明显不同 当尼西米在 苏山城的宫中 听见他的弟兄 哈纳尼 前来告诉他 贝鲁归回的犹大人 在耶路撒冷处在 被欺压的状态 是如何遭大难受凌辱 并且 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 城门被火焚烧 尼西米就哭泣 向神认罪 并用神曾经说过的话 向神恳求 并开始预备自己 要为改变贝鲁归回 犹大百姓的处境 浸上一份心理 尼西米持续祷告了四个月 结果 神借着他因关切耶路撒冷 在脸上显出了愁容形式 波索王很关心地问他 你既没有病 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这不是别的 必是你心中愁烦 神引导尼西米的心 保守他的口 神他说出极为合一的话 神伸人的手帮助尼西米 神他带领百姓 在不可思议 短短52天里 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 修建完成 而犹大一切仇敌 四位的外邦人 听见了便惧怕 愁眉不展 因为见着工作完成 是出乎神 诗篇147篇 这篇诗篇的写作背景 很可能就是 为修建好的城墙 行奉献礼的时候 所写的 尼西米纪12章27节 耶路撒冷城墙 告成的时候 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 召到耶路撒冷 要称谢歌唱 敲薄 鼓塞 弹琴 欢欢喜喜地 行告成之礼 神在历史中 关怀他的选民 向那些寻求 他的余生百姓 守约师慈爱 向他们仇敌 展现他的看顾跟能力 被赶散的 他重新再聚集起来 被鲁归回回的人 他们有理由赞美神 当耶华将那些被鲁的 带回西安的时候 他们好像做梦的人 神若帮助他们 谁能抵挡呢 今天 靠着爱我们的主 我们可以向最大的危机 最大的困难夸胜 那些在认罪 与神和好的事上 认真尽心地由大人 就见证神的信实 流泪撒肿的 就欢呼收割 那带种流泪出去的 就欢欢乐乐地 带河滚回来 尼西米纪12章43节记载 那日 众人献大忌而欢乐 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 连妇女的孩童也都欢乐 甚至 耶路撒冷中的欢声 听到远处 神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安慰医治回转的百姓 从祸坑里 从淤泥中 把他们拉上来 使他们的脚立在磐石上 使他们脚不稳当 他们满口喜笑 满是欢呼 因为神使他们 口唱新歌赞美他 修着人就看见而惧怕 说 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 并要倚靠耶和华 世人赞美神的大能 他掌管一切 使用一切 神书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天地 是照神的安排 存留到今日 万物都是他的仆役 众星 在神的指引下运行 万事也因神的安排 而互相效力 神一发令 事就成了 诗篇147篇第五节 世人说 我们的主伟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人是被造有限的 会前驴即穷 但神的智慧跟能力无限 这世界只是 他展现智慧与能力的一小部分 神永远有灵的余力 他甚至能再造新天新地 我们当在神面前心存谦卑 第六节 世人接着说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历史证明 一些心高气傲 离弃神的人 都被神阻挡 那些不肯降卑回头的 神就将他们永远丢弃 而谦卑人 就蒙神扶持 被他升高 第七节 世人接着说 你们要以感谢 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 向我们的神歌颂 基督徒生活的重心 就是感恩 我们应当感谢神 赞美他 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随着信主的年日 愿我们更多认识神 是多么配得尊贵荣耀和赞美 愿我们的赞美更加有内容 更多的是从内心涌流而出 今天我们分享了一半的经文 下次我们再分享其余的部分 我们再听首诗歌 《我歌颂你》 我歌颂你 尊贵地主 借你恩典 保我救赎 你救赎 我代价其中 我与天使 像你歌颂 我歌颂你 尊贵地主 用我口舍 像你永恒 我歌颂你 永远歌颂你 你永远歌颂你 与你心 能以永远 充满我 我歌颂你 终内满清 有声来 与你 人 却欢欣 因我回想 救助安殿 使我 有个草快乐无边 我歌颂祢 直到一时 无论在家 海洋如云 我今时光 尽如永生 永永远远 我歌颂祢 我歌颂祢 尊贵的教祖 用火口舍向迷恶 我歌颂祢 永远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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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歌颂祢 永远远 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 诗篇147篇第一节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合一的 让我们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你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以蒙恩人的赞美作为你的基所的 赞美能荣耀你 并叫仇敌羞愧 感恩的心更是能为我们灵魂制造奇迹 你是真神 是活神 天上 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在你手中 你有扭转一切的力量 你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你发命 是有成就 你在世线上说成了 你完全掌握整个局势 你已经胜了世界 主啊 你的宝座是永远的 你的国权是正直的 父啊 我们不过像一口气 渺小又短促 但那是我们人生充满了可能 你要我们以你为乐 住在地上 以你的信实为良 不是我们拣选了你 是你拣选了我们 并且定要赐福给我们 帮助我们顺服你 将自己融入你那无限的能力中 天天喜乐赞美你 靠着耶稣 常常以颂赞为祭 献给你 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 如同行在天上 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苏纳忠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西水旁 它是我的灵苏心 引导我走一路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彼不知缺乏 我彼不知灵苏心 虽然情过似饮有故 我也不怕走喊 因为你与我同在同心 你长彼安慰我 在我的人的面前 在我的人的面前 为我摆设演戏 虽然心过似饮有故 我也不怕走喊 我彼不知灵苏心 我彼不知灵苏心 我彼不知灵苏心